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你挺委屈的 我 你一个人来这个城市这么多年挺不容易 你别那么煽情好不好 我是属骆驼的 有饭就吃 没饭也能扛 还介意啊 我就唱这么一会儿我嗓子都唱哑了 你唱那么多年风才露宿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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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么高兴别提不开心的事好吗 吃东西 聊聊你吧 我 不知从何说起来 那我问你说 你就这么想知道我的事 我根本就不了解你 你终于想开始了解我了 对啊 我很乐意 那我开始了 你家在哪儿 为什么到这个城市 我没家 爸妈 妈走了 爸还在 就是见不着 你爸走了 没有 终身渐进 在里边呆着呢 一般不让贪神 不好意思 没事 你不说也在我心里 跟人说说 我心里还舒服一点 我的故事那可长了 等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慢慢讲给你听 精力还挺丰富 说好听了是丰富 其实 我早累了 你还记得那天 你吃夜宵的时候 碰见我那次吗 你让我去你录音棚里 当助理 好 那天对我很特别 咱们今天别提董小涵好吗 接着说 那天要不是因为 我碰见了你 也许 这一辈子 你都不会再看见我了 为什么 我在这个城市漂了三年 什么都干过 唱歌 酒吧 低厅 什么地方我都唱 我还做过美院的模特 我太累了 那天晚上 我数数自己身上的钱 刚好够一张回家的长途车票 那天 我原本是想回家的 尽管家里已经没人了 尽管家里已经没人了 那我还算你的救星了 不只是救星 那你以前住哪 租过一间小房 想去看看吗 嗯 正风 就这儿 就这儿啊 怎么了 你不会打算把我给拐了吧 拐你啊 谁买呀拐你 走吧我带你去我周围 叶老师 在这儿呢 回家 嗯 阿姨 小阿姨回来了 帮我进去看看 你好 我进去看看啊 好好好 行吧 这里面去 带你看我们劳动人民帜的地方 啊 你可别不习惯 嗯 嗯 就是这间 里面虽然小阿那儿很干净 现在是小华在住的 看看 嗯 小华 哎呀 哎 哎 张大妈 我一定生意就是你 真是你呀 你怎么这一去 就不露面了呢 嗯 在我这儿住了小三年 你这一走啊 我这心里还空漏漏的呢 大妈 我这不是一直挺忙的嘛 也没顾得上来看你 哈哈 这小伙子是啊 哦 陈凤 这就是我以前先生跟你说的 特照顾我的邻居张大妈 以前对我可好了 啊 张大妈 啊 你的男朋友 小伙子长得多精神的 真不错 哎大妈 你你别别乱说 以后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 可得想着请我呀 嗯 我好歹 也算你伴拉娘家人呢 哎大妈 她真的不是我男朋友 哈哈 不是啊 嗯 这 还没追上的吧 小伙子 你可得努力啊 这是个好姑娘 非点心追那是应该的 哎 哎大妈 对了大爷怎么样了 咱们去看看她吧 走啊 家里坐 一会儿 就在大妈家吃 哈哈 要不怎么说你有口福呢 今天大妈家 有你最爱吃的素三鲜饺子 是吗 小伙子 以后你追上爱 也得尝到大妈家吃饺子 听见没有 哎 快走 跟大妈走 哎 妈妈 小伙子 在里边走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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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下午一直开着机 没人打进来 这个不用了 电话你拿着吧 你看 别人不找你 我还得找你呢 嗯 嗯 嗯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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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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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某人就给某人打个电话 什么东西 饺子 好 咱们回去吃 好 啊 清家公 看你的气色真好 肯定懂保健吧 身体还这么硬朗 哪里 老子 老子多了 眼看着 姑娘儿子 都这么大了 不复老 不行啊 啊 可不是 连方萌 都长成大姑娘了 大得多好看啊 在学校 肯定有很多人追你吧 啊 我可没有我嫂子那么好的福气 要是没有碰到合适的 我就不嫁 嫁了我就踏踏实实跟人过 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人家 嗯 工业家的说这个 不脸红 好好吃人家 不知道谁脸红呢 妈 来 吃这虾 是这个店的招牌菜 非常好吃 嗯 我以前自己在外面住的时候啊 心里就想 每天我要是能吃上个饺子 我就没死了 可以吃了 想打就打 不想打就别发呆 哎 有你想那么简单吗 其实很简单 要不你吃饺子 让我把它忘了 一会儿吃 凉了 什么 你说的一会儿很长 饺子会凉了 我煮我的了 Shaun 这主持练 谁呀 是她 妈 呀 我最喜欢你这点 不会撒谎 遇着点事就脸红 你还是接吧 没事 大家小声点啊 小孩要接电话了 来 接吧 陈锋 我方凯 小韩现在没时间接你电话 我们在陪双方的父母吃饭 他父母来看他来了 小韩总得忙完家里的事情 再去陪你吧 你这个人太不懂事了 咱们不说好了吗 我这个人能通融 但是你得忍 因为他是我老婆 方凯 你有完没完 这话你不应该跟我说呀 你应该跟打电话的人说 你上哪儿 东小韩出事了 你上哪儿找他 我去他家呀 我去他家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把电话摔了 这 静教宫 妈妈 咱们下去 当你哥 哥你生什么气 放不着 谁心里有鬼谁知道 我看他还有脸在这儿坐下去 去找陈锋是吧 用不着 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让你们家的人都听听 你跟他说些什么 打呀 你太过分了 你们方家到底想干嘛 当着我们娘的面就这么欺负我姐 贝弟弟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干嘛呀 不就是接个电话吗 有什么呀 电话跟电话可不一样 得看谁打来的 要是有些人打来的电话 他可是活着日子不过都要接 我们方家什么都没干 你最好问问你们心懂的 都干了些什么 小猫 给我闭嘴 跟我下去 小韩 等着大家的面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韩 你倒是说呀 还是我替他说吧 前一段我在加拿大 他爱上一男人 败坏闷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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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你 妈 爸走啊 早就知道这饭没法吃 早就知道这饭没法吃 今天这事不能怪我 要怪你就怪陈锋 我挑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冬小孩 你去哪儿 你去找陈锋 姐 喝 身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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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跟他好好谈谈 找上门来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 等董小韩有时间的时候再来陪你 等不及了 还是想和他上我们家的床 让我看着你们俩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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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你 你怎么能打人呢 疯啊 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老婆 关键时候还得向着我 这就是你跟我最大的区别 这就是你跟我最大的区别 怎么着 我欺负他 他乐意 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可以吗 好啊 我在家等着你 陈锋 现在才是你的时间 我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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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분 我允许了 我允许了 对 今天 对 你 不是 你 我允许了 没你们 是不是 我允许了 你 是 我允许了 小兔 你 你好 我允许了 我允许了 叫一 我允许了 mont后 你 你的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正常你知道吗 它是不正常 你都看见了 这样下去它会出事的 我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 现在就早 慢着 我不能 至少我不能就这么离开它 我要确定它平安无事 陈凤 这是我的心里话 一会儿上去 一会儿上去我也会跟它说 我等你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讲 明天就会有消息 会有吗 你不要逼我 我没逼你 你先回去吧 它会伤害你 不会 不会吗 我相信它不会 就算我真的没有办法 和它再生活下去 我也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给我一点时间 好不好 如果没有你的消息 我会马上来找你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好 小哈 好 过来一下 不好跟你说的事 小萌 回学校了 刚才在兴安酒店 他说了很多不礼貌的话 给你父母解释 请他们原谅小孩子不懂事 没关系 爸 但他的这些话 也没错 你要是还放不下陈锋 何必再回这个家 当然 方凯示魂不冷静 但我不想怪他 我的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的儿子我了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错是你犯的 但 还要请你原谅他 原谅他 这么三番五次的过激 也请你原谅小萌的 不礼貌 我们可以没有你 方凯不可以 你 别再和那个陈锋来往了 方凯会好起来的 像从前一样 刚才 方凯回来 我说他 他说死也离不开你 他会向你道歉 然后和你一起去向你的父母道歉 去吧 进了你们的门 要么 互相谅解 从此和睦 要么彻底决裂 从此分开 别再翻来覆去 我累了 你们俩 肯定也都累了 把你帮来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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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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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了 回来了 他走了 走了 我一直在这儿等你 也一直在这儿想 你是不是会跟他走 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就像二十年那样的漫长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你和陈锋见面 如果我说 以后我再不会跟陈锋有什么关系了 你会相信吗 我会 会吗 你不可能再相信我了 放开 只要下去我很累 你也累 如果以后我们都要过这样的日子 何必将就的呢 将就 原来你和我过这几年都是将就过的 我累了 我累了 我也累了 这个家里我最累 他会有这儿的 我会有这儿的 别再这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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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早上就过去 我明天早上就过去 今天我陪你去 爸 我吃完了 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 忘了呢 爸 爸 我去走了 爸 你别太累了 注意点身体 今天宣布总裁候选人 事先没有通知是临时决定的 徐建博 徐建博 明天我要随部里一个团到美国去 等回来以后 这件事也就该了了 去美国 对 明天先去北京 这么急 你帮我收拾一下 你还是让我自己去宾馆吧 我陪你去 我去和你爸爸妈妈道个歉 真的不用了 我爸这个人爱面子 你要是去了 他会觉得没脸见人 没脸见人的好像应该是我爸 昨天晚上你跟陈峰怎么说的 没怎么说 那他是走了呀 还是在楼下等了你一个晚上 走了 你一定跟他说 别着急 慢慢来 总会有办法的 停车吧 方凯 停车 小韩 小韩 对不起 咱俩别再争吵了 你痛苦我也痛苦 咱俩不如把话说开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爱陈峰 我不知道是不是爱 但是我承认你 我喜欢过他 实话 老头子 你是不是疯了 你别说走就走啊 总得跟方凯和小韩说一声啊 他们诚心气我 走 马上就走 我一天都不想多待 回家 小任 收拾行李 爸 你这么一走 让小韩跟方家怎么交代啊 哎呀 你怎么一点不为孩子考虑啊 我没有这样不孝的孩子 小润 我叫你收拾行李 小润 小润 快给你一姐打个电话 喂 小润 那你想想办法呀 说点儿好听的 先把爸妈劝住啊 我一会儿就到 然后咱们换个酒店住 嗯 嗯 好 换个酒店 不领情了是吧 我们家人没脸住你安排的地方 尤其是我爸 是 你都能理解别人 对吧 可谁理解我呀 方凯 我们之间的问题 越来越大了 大的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 因为你已经对我完全没有信任 那你想怎么样 那是应该散了 大声音 我没听见 我说我们应该散了 散了也好 像我这样的人就不配结婚 不配有老婆 小韩 好喝好散行吗 我没给你完成的幸福 散了也好 放开 放开你别这样 没事 你走了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不甘地死了 放开 走进你就会走进痛苦 离开你 离开你 就会远离幸福 苍茫是分爱的情愫 也许只曾经有过迷乱 才能够不幸 我们一样的真情表白 共同拥抱 共同拥有悲心满怀 走进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离开 离开你 无穷无尽的期待 只为我爱 只为了说声我爱 只为了说声我爱 走进你 走进你 就会走进痛苦 就会走进痛苦 你幸福 苍茫是分爱的情愫 苏茫茫是分爱的情愫 走进你 走进了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走进了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瞬间看到旋律的生命色彩 一化作一化作一梦苍白 一化苍白 只有那几情还在